汪小飞的瓜吃不完了 余记葛思奇收到一则爆料 是汪小飞和张颖颖的恋爱协议 看样子是汪小飞这边流出来的 恋爱协议的内容令人大叠眼镜 张颖颖可以随意查看汪小飞的手机 人脸识别也必须是她 汪小飞如果加别的女生VX罚100万 和女生聊天200万 怀念前任罚500万 出轨别的女生1000万 荒唐 太荒唐 汪小飞每个月支付20万抚养费给她S 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大笔钱养女人 一点都不心疼 真的是一物将一物 恶人自有恶人魔 活该 张颖颖如今以女主人的身份自居 用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的协议约束汪小飞 真的太可笑了 网友们都在替大S和张岚打抱不平 大S为了生孩子差点丢了命 得了癫痫长期吃药 伤钱伤身体 还要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这种付出在汪小飞看来是理所当然 拿点钱养孩子 还要在网上数落 以此彰显自己好爸爸的形象 张岚也很拼命 60多岁的老人每天直播带货8个小时 赚点钱补贴儿子 却被儿子如此浪费 张颖颖的背景也被扒出 美则美空无灵魂 何达S没有可比性 汪小飞太卑微 才会答应这种无理要求 母亲张岚在网上卖几十元钱的货 赚钱那么辛苦 拿母亲赚的辛苦钱给三儿买房买车 没离婚时就喊张颖颖妈妈为丈母娘 一直千金只为博美人一笑 男人都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不嫁 但也要合情合理合法偷来的爱情能长久吗 亏欺者百财不入 东窗事发后汪小飞和张颖颖也翻脸了 汪小飞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可能被骗了 男女知识一个怨打一个怨挨 就像你给人转载1314或520 法律上只认定是赠予行为 赠予就很难归还了 很快汪小飞与葛思琪和解 接着关于张颖颖的黑料满天飞 汪小飞试图营造一个骗人的弱者形象 装可怜博同情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汪小飞十年飞过去看妻女700次不嫁 可她带不同女孩回家也是真的 葛思琪说至少15个 目前有照片的是5个 既想外面采旗飘飘 又想家里红旗不倒 不可能什么好事都让她占了 婚姻的底线是忠诚 如果老公对老婆连最基本的忠诚都没有 谈什么爱与责任 大S婚后没有在北京定居 而是选择带孩子回娘家读书生活 汪小飞是否也该反思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或许我们从大S昔日的访谈中 看出一下蛛丝马迹 比如大S回忆她生儿子的时候 差点没气了 她用最后一点意识叫两岁女儿过来 叮嘱女儿如果妈妈没了 请记得一定要照顾好弟弟 在生死攸关之际 大S宁愿叮嘱女儿 也不肯信任汪小飞 是因为她知道汪小飞不靠谱 大S对汪小飞的所作所为 一向是争议之眼闭义之眼 她从不查看汪小飞的手机 百分百信任她 有一次 大S发现汪小飞藏在衣柜里的礼物 就问汪小飞 结果汪小飞也没有送给她 而是一直放在柜里 汪小飞给不了大S足够的安全感 大S有癫痫病需要长期吃药 随着病情越来越严重 没有什么精力照顾孩子 为了自己也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孩子 回娘家生活是最好的选择 远嫁的女人 像无根的扶贫一样 如果老公给不了安全感 就会觉得自己无依无靠 无时无刻不再想家 嫁给爱情是一种理想 却忘了爱情是有保质其的 花心是人的本能 忠诚是一种选择 如果做不到就是没责任心 不够爱的表现 也许是看清楚这点 大S走的决绝而坦荡 不是什么南北差异大 而是她无法向下扎根 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最后我想说 真正爱孩子的男人 是不会对前妻赶尽杀绝 只至于死地的 母不安则子不安 他爱的只是他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